KP-Z 戴口罩變成是我們出門的必配品 甚至在很多地方 我的一個標配的時候 所以我就鼓勵設計師朋友 你也要不要把這樣的口罩 也當成你的設計產品 結果他大概花了幾個禮拜的時間 然後把這個東西設計出來 那因為它本來設計的都是高價定價 結果它做的這件事 結果那個生產線現在都還忙得不過來 那當然對於經營者就是說 你就要一直滿足 那誰能夠滿足消費者 那就會變成在市場上的經驗 我是一個消費者 我怎麼會說我實體不要 因為實體會給我很多很棒的消費體驗 然後我怎麼會說我電商不要 因為那個可能我在家裡 可以給我Pony for 7 這個全食無休的這樣服務 可是雖然它的服務是比較淺 不是兩個都要 那只是對於我這個消費者 它會有一個比例跟配上的問題 其實現在大家也常提到的 比如說底批插配 其實它就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案例 任何一家公司 尤其是它如果它過往 是一家非常成功的公司 它有龐大的過往 比如說累積的資源 那如果它在做數位轉型 沒辦法把它過去的核心資產提煉出來 在這次就是說加上數位工具之後 然後去放大它過往這些核心資產的力量 通常這個數位轉型都會失敗 而不是說到底你是誰 而是在於就是說 你到底能不能真的有效的去回憶 這個消費者的氣球 然後佔領它的錢包 那我認為這個才是最後佔局的勝負